两位关系比较好的男性有人都像中餐厅 苏友鹏和黄晓明在赵薇心里的分量真不一样 尽管一个是合作过三部剧的好友 一个是北电的老同学 黄晓明在中餐厅做事也是比较细心和热情 但是经常被赵薇敲侃 可能是关系太熟 有点相爱相杀的感觉 不过可能是为了给节目做效果 黄晓明比赵薇小 所以两人在节目中看得出来赵薇很强势 基本上是他说了算 黄晓明几乎没有能够出现出老大的优势 他们北电的老师说的对 两人不可能会在一起过日子 上学貌似有穿过飞纹 但是并没有真正走到一起 可能是两人性格的原因 黄晓明在赵薇面前感觉像个弟弟 而不是很给力的护花使者 在中餐厅赵薇有点欺负黄晓明 随时调侃一下 不过黄晓明貌似不是很在意 好像已经习惯 苏永皇曾经和赵薇合作过海珠格格 秦深深夜蒙蒙和老房游戏等三部剧 这个时候也是他们这对CP比较火爆的时候 也曾经传出过绯闻 正好想都是美影的事 按照赵薇的性格 和苏永鹏只能是好朋友 现在两人也成立了电影公司 是做事的好达到 苏永鹏比赵薇大三岁 但是苏永鹏以前是娃娃连 看起来很郁闷 现在人到中年 苏永鹏留起胡须 显得很闷也更有趣 苏永鹏性格比较温和 做事也比较认真 菜股都是自己手写 一比一话 一点都不了草 舒淇对苏永鹏很不了解 而赵薇对苏永鹏可谓知根知底 所以说苏永鹏说 自己做事不认真 赵薇根本就不信 一句话暴露两人关系 我都没有看你不认真过 第一天营业 大家都很忙碌 休息的时候 赵薇问大家有什么感受 苏永鹏说想订飞机票 意思不打算干了 太累 但赵薇却这么说 按照苏永鹏的性格才不会 是那种迎难而上的那种 这样的赞美和欣赏 貌似赵薇从来没有对黄晓明输过 赵薇话里对苏永鹏不仅仅是欣赏 感觉也更加欣赏和尊重 苏永鹏老师待遇不错 老有赵薇都帮他捶背 却待遇黄晓明根本没有过 不过黄晓明身体比较壮 能吃苦 苏永鹏毕竟已经45岁 又是炒菜又是招待顾客 忙碌一天的确很累 而且关于垃圾分类 如何做到餐厅管理符合当地标准 都是因为比较好的苏永鹏出面 街上赵薇和陪训过的舒淇大美女都很省心 看得出来 赵薇每一期都会找自己比较信任的老友参加节目 上一期黄晓明 这期苏永鹏 下一期不知道会是谁 不会是陈坤吧 对不起 Tip